县议员周达三希望今年热气球活动办得更好 带动台东经济 6月30到8月28 总共60天 60天嘛 6天 你一定会延长了嘛 这过期我们都办了非常非常好 我希望我们今年再办了更好 来带动我们台东这个经济 周达元关心副县长三月前往对岸 洽谈凤梨世家出口问题 是否有好消息 洽谈议员这个问题 现在有好的结果有小心吗 我们了解他们到底对我们的问题出的对 我们也提出我们改进的方法 其实我们要把台东这个农产品 要提供出口出口出口 包括国来国外 我们要用心 对这个农产我们要有一个着力点 要提供 在这里请府馆长 我们要用心一下 提出带团前往纽西兰考察地热产业仪式 周议员直询县长 对于台东发展绿能产业的规划 你对这个地热 还是这个绿能 再生能源 在我们台湾 还是这个太阳能 在这个台湾 有发动人和发电 地热是目前我们评估相对比太阳能板优秀 原因是这样 地热它是24小时都在产生能源 所以它可以做被载 那县长你有什么规划 我比较想要能够了解一下地下的资源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单位合作 台东目前有新的两种能源 一个就是地热已经 金轮那间已经发电 卖给台电 还有我们的焚化炉 周议员问饶县长在任期内 对台东有何建设规划 你未来这三年半 你有什么几月和几月对台湾的建设 有更好的一种的建议 有我们希望第一个 希望台东的农产品能够转型加工 然后农民能够赚大钱 农民应该辛苦啊 对农民应该辛苦 因为现在你设客人来 你用来设客 你用来设客 真的在国内真的少了不好 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价格 现在一公斤多少 现在没有啦 现在没费啦 对啦 我说之前啊 他的价钱真的很低 低年低价 今年二十五吧 还是二十五 那个农民真的是叫苦连天 我希望我们管长 我们农业厢也好 还是我们的团队也好 我们真的为爱为农民 对不对 用心一下 他们这么贵了非常非常的辛苦 周达三议员希望建设处长 发挥专长建设台东 请处长好好处理 马亨亨排水 以及私设通路申请建造等问题 处长马亨亨排水 对不对 下游 那个是不是有经过私人的土地 它会影响到 它的农作物 还有它私人土地的 地主的管理 你知道吗 是 像这种问题 我们建设处理 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市区有十条的白水 现在有几条 包括我们现在在做 在你计划 在你计划完成后 我们看到河段 如果有需要诊治的 我们来把中庄水里所 申请经费 再来做 给我们的 那你申请得到吗 这部分因为每一年都会提案 就是要等水里所一边 如果心情有通过 我们就会来处理 我现在就比如说 人昌接十项 正义北路三百 十项 它有项 有玄接到 他的私人道路嘛 有玄接 但是他在那里用几十年啊 为什么你们会发建责 有没有发 我们边没有发建责 没有发 是 因为就是 这是社会当时 申请这一条 建计 同意楼下来 做私设同楼的 现在要变形私设同楼 做建队 必须要在这 所有 祝福同意时间申请建造的人 带出同意书啦 你还要经过二十六个同意 是 目前 他这样为止啦 当然他如果去宿院 说不用经过他二十六个同意 我们也没办法 不过 他现在我们 发展的理念来讲 我们必须要计备 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 他要留私设同楼 他必须要 纳粮基地 拿一条这条 我们不需要给他分交 两天他就不可以 把私设同楼 再提出来起床 第二点就是 他必须要提出 土地使用权 同意书 给这里所有青椒的人 第三点就是 他必须要签 公共地域权的 检查出来 所以他要 发建权的事实通楼 应该 不够有这样的状况来发生 周议员关心台东对外交通运输量 是否友善观光客 我希望说 让我们把路做得好 品质够得好 让外地夾 让这些油夾 要在台湾 会比较顺 是 这样好不好 目前高通部有拿一个 发动快速道路的可行性评估 目前还在变高 大概年底就决定要开不开 是这样 他总是十年来要一边完成 总是变两千三百十亿 周议员关心台东 目前房价物资纷纷提高 希望建设处新建幸福住宅 让青年有能力定居台东 我们说一句真的 现在台湾有很多人都宜居到高雄 因为高雄的房价 不会比我们台东高 你知道吗 自己安保护啦 其实不要再叫我去幸福住宅 不要再去啦 不要再去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但是中央现在有去三百的社会住宅 未来应该 海滨海市嘛 保山好市嘛 希望我们管家 我们可以来关心这个问题啦 周议员质询农业处 为什么申请新建农舍困难又耗时 老花老业农民的土地能够新建农舍吗 农舍新建完成后 农业处是否会同乡镇公所第二次会刊 周议员质询社会处 原来的老人会馆目前新建勒林大楼的进度如何 周议员也关心长造业务 家庭看护工等问题 周议员质询环保局 关心焚化炉目前运作的情形 关心肥水处理问题 周议员请交关处建议厂商 在台东车站建置智慧型的停车收费系统 请交关处解决转运站公测故障率高的问题 周议员请陷阱局多加宣导交通法规 并请努力查棄毒品 正视毒品危害青少年的严重性 周议员请教育处争取经费 调高学生营养午餐的费用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第二十届 第一次定期会宪政总咨询议程 县议员周达三问证内容的摘要报导 由刘若文整理